2022年的年底 绿莲推出了号称卷王之王的NAS石油云产品DX4600 作为NAS圈的新进的黑马 他们今年一口气推出了五个系列 整整9款新品 整个产品线覆盖从家用到商用多个场景 非常荣幸 我也受邀参加了绿莲的媒体交流会 那么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2024年绿莲的首款NAS新品 绿莲NAS石油云DXP4800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NAS的继续 绿莲NAS的DXP4800 采用了Intel 12代的低功耗N100的CPU 它的性能叫前代的性能 有大概40%左右的提升 内存最大支持16G的DDR5的内存 支持两条NVME 单条最大支持4T 支持四个机械硬盘 最大单块22T 随包装附送了一个120W的电源适配器 两根网线 一个螺丝包 还有两个非常厚的导热硅脂 DXP4800 整体的材料为航空铝材 用量非常的扎实 金属的灰色 质感也非常十足 正面四个全新设计的硬盘拖架 与前一代的相比更加的平整 并且配有锁纸结构 可以有效的防止小朋友的无操作 延续了前一代的免螺丝的快拆设计 并配有减震的胶垫 无论是插入还是拔出的时候 就非常的丝缓 我们看到硬盘的背板 在做工和用料上也非常之扎实 整体贯通式的风道 可以充分的保证在运行之中 热量可以顺利的排放 前面板的电源按钮 和状态的指示灯 它的亮度都是可以分级调整的 新增了SD3.0的卡槽 方便摄影爱好者 可以直接导入照片 免去每次备份资料 都需要用读卡器的翻版 一个Type-C口 一个USB-A口 都是USB3.2进2的 背面可以看到巨大的进风口 自带一个磁吸的防尘网 内置风扇的尺寸是14毫米 支持智能调速 汁水实际测试非常之安静 风扇下面一个HDMI的接口 一个USB3.2进1 两个USB2.0 一个2.5G的网口 和一个Reset的按钮 最后是DC的电源接口 我们打开底部的盖板 就可以看到它的内存 还有NVMe的安装位 这么一来 就可以方便后期的升级和维护 绿联私有余 从面试之初 就广受好评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们自研的绿联OS系统 本次DXP4800 打给了绿联最新的绿联OS Pro系统 在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少的提升 在第一次注册的时候 可以完全基于局域网 在网页端解决 我们只要打开它的搜索地址 就可以轻松地发现在局域网内的设备 而且我们在完成绑定登录之后 你还可以自己自定义一个好记的域名 哪怕是IP地址忘了 或者是IP地址变化 你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的域名 直接访问网页端了 使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 我们通过简单的设置 就可以来到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 首页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清爽的 属于金水喜欢的那种极简的NAS风格 绿联OS Pro增加了软件中心 智能影院 AI相册和虚拟机 我们可以在软件中心里面看到很多常用的软件工具 那么后续也会有更多的应用 甚至是那些第三方开发者的软件也会入住 它的在线文档功能 可以完全地在本地的环境下实现多人的写作 由于金水目前的固件还并没有开放这个功能 非常期待它后期的更新 前期的设置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我们只要打开控制面板 就可以看到它常用的这些设置 本次绿联OS Pro的系统账号创建 一共提供了三种方式 你可以通过邀请的方式 通过邀请的二维码和邀请的链接 邀请你的朋友加入 那么你也可以直接把账号和密码创建好 分享给其他的用户 这样家里的老人或者是长辈 他即便是不会使用的用户 也可以轻松地登陆进来 进一步降低了使用的门槛 用户的权限设置也更加的方便了 只要在需要设置权限的地方 找到这个文件夹右键属性 就可以轻松地设置访问权限了 绿联OS Pro增加了全区搜索的功能 检索的精度非常之高 也大大提高了检索的效率 即便是碰到有一些重复的文件 系统也会自动地防你去优化 去重 据说后期还会增加快照的功能 绿联OS Pro提供了多种的阵内类型 划分存储空间时 提供了不同的文件系统供大家选择 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的需要 使用特定类型的存储池的时候 还可以无损地切换锐的类型 那么你也可以无感地扩容或者是热背份 NVMe既可以当存储 也可以当加速盘来使用 那么全部硬盘在满配的情况下 就这个小路线 它最高支持96T的容量 由于DXP4800拥有两个2.5G的网口 那么我们可以在网络链接里面 将两个网口设置为电路聚合的模式 来增加传输的稳定性 那系统呢 支持BOM-0到BOM-6的多种负载均衡的模式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你要选择BOM-4的时候呢 需要配合支持LACP的交换机 才可以实现动态聚合的效果 即使你没有这样的交换机呢 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可以在文件服务里面 找到SIMB选项卡 我们可以在下面找到高级设置 我们可以在更多里面开启SIMB3多通道 这样呢 也可以有效地利用两个2.5G网口 实现速率叠加的效果 那么对于一台好的NAS产品 影音娱乐呢 自然是不可缺少的 DXP4800上传照片 或者下载电影呢 都非常之简单 无论你在各个客户端 都非常之容易 你还可以非常轻松的管理 不同使用者的使用权限 我们在AI相册里的一些 相对隐私的照片或者视频呢 还可以做模糊处理 它可以自动的识别 一些潜在的敏感内容 或者是你手动添加的内容 那你也可以查找一些相似的照片 人物识别自动分类呢 是非常之好用的 甚至可以针对特殊的场景和物体 还可以手动上传模型进行学习 真正可以训练一个属于自己的AI8模型 它所有的AI功能呢 其实都是在本地完成的 不涉及到隐私或者泄密的风险 那你如果不想用的话 是完全可以手动把它关闭的 那自带的下载中心呢 你可以在本地或者远程下载自己想要的影间 而且呢 这个下载中心集成了PT下载的功能 那你不用再去自己费劲巴拉的去设置 Transmission这一类的软件 那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下载各种各样的内容 简直就是PT档的复印了 绿联OS Pro新增了专属影院 那这个影院的海豹墙呢 做的其实非常非常之漂亮 它有多种刮销的模式 那简单好用 你甚至可以手动来切换不同的刮销模式 Docker对于一个NAS进阶的玩家呢 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那绿联呢 这次带来了全功能的Docker 它使用起来呢 非常之简单 我们打开镜像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常见的Docker的镜像 添加容器呢 也非常简单 你只要指定存储的路径 跟简单的配置 就可以快速的上手了 这次的绿联OS Pro还增加了虚拟级的功能 相信经常看我节目的这些玩家呢 一定会非常之喜欢 因为你可以轻松的把它装上 各种路由器的系统 这个NAS呢 就可以秒变奥英万神器 对于NAS产品呢 不同于硬盘阵列 其中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可以远程访问了 那我们可以在设备链接里面 找到远程访问 那开启之后呢 你试试可以自定义访问ID 设置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通过网页 或者其他客户端对你的设备 进行远程访问和管理了 那当然呢 绿联OS Pro也支持第三方的DTIS 那你可以按需来选择 那说到远程管理呢 就不得不提到其他的设备应用 以及手机系统了 绿联OS Pro提供了多种的系统的客户端 使用绿联Leak登录或者绑定之后呢 即使我们出门在外 也可以使用各种各样你喜欢的方式 对家里的设备进行访问和控制 好 先进看到这里呢 大家都会对绿联的DXP4800 这个新设备呢 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全新升级的绿联DXP4800 搭配了全新的绿联OS Pro系统 那真正成为了更强 更懂你的好产品 它的硬件性能呢 非常之强劲 那接口呢 也很丰富 拓展性呢 也非常之强 无论是AI相册 还是专属的影院 那即便是新手 你也可以轻松的驾驭和使用 那文件管理呢 非常智能化 它可以自动的整理 你想要的各种各样的内容 那各类型的AI呢 都在本地月行 那并不涉及隐私安全 甚至呢 你可以完全的手动关闭 在安全性上 他们也做足了功课 多种的文件系统呢 风解尤人 后续呢 也会推出家长控制 和快照的功能 那这些措施呢 对于安全和存储呢 又增加了更多的一层保护 用户全线划分 非常之细腻 那用户注册的方法 也非常的简单 且多样化 非常适合家里有老人 或者孩子的这种用户 手机 网页和各种客户端之间的 生态共同呢 非常之顺畅 那多种多样的备份方式呢 一键分享 轻松上手 那绿莲呢 其实大大降低了NAS的使用门槛 那更有好消息 在众望所归的网盘功能呢 终于就要上线了 金水使用了这么长时间 总结一下就四个字 简单易用 这里呢 也非常期待绿莲后续的新产品 也期待能够给我们带来 更多更新的体验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NAS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呢 记得大家点赞三连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您的每一次点赞 频道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